聯合霸今天端出了新的民調 很多人解讀 說是對國民黨這陣子以來 算是一個比較好的消息 但到底怎麼樣 等一下請教偉翰 他說最不希望哪一黨的候選人 當選總統 最不希望民進黨當選有34% 最不希望國民黨13% 最不希望民眾黨的人 當選總統14% 另外一個他有包括撒喀都 還有包括一對一的時候 這個民調的部分 如果是撒喀都 柯文哲有參選的狀況 侯友宜是29% 賴清德27% 柯文哲23% 換成郭台銘的話 一樣是29% 賴清德一樣27% 柯文哲是22% 等於說換成郭台銘的時候 柯文哲還少了1%的一個狀況 另外還有包括說 如果柯文哲不參選 整合成功了 侯友宜是42% 賴清德35% 等於說是大贏賴清德 郭台銘也贏 44%跟33% 等於說是贏更多 說郭台銘的話是贏的 所以換句話說 撒喀都也好 或者是一對一 郭台銘在這個勝算 是大於侯友宜的 以按照聯合報的民調 那如果互比是呢 如果是侯友宜 這個郭台銘的話 全體的是 侯友宜是32% 郭台銘是32% 等於勢均力敵 但是如果觀看國民黨的支持者 有過半的人是投給侯友宜 33%的人是支持郭台銘 另外一個如果是郭侯有整合成功 比如說侯郭配 全體的話是26% 但國民黨投給他的就降了 降到只有40% 而且你仔細看 等於說兩個人合作 在全體的民調裡面還往下降 1加1沒有大於2 1加1還比他們各自的出來 還要更低 如果是郭侯配27對上33 國民黨的人降得更多 就好像國民黨內部 討厭郭台銘的人還滿多的 他另外一個問題 知不支持民進黨2025非核家園 不支持的人高達44% 支持的33% 這個調查的時間 是在上個禮拜天 到禮拜三的時間 4月23號到4月26號 那還有包括還有一個話題 郭台銘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投給民進黨 你的小孩以後就會得肺癌 這句話民進黨現在矛起來罵 那郭台銘說 你把非核家園當神主牌 投民進黨的人都去生肺癌好了 民進黨當然就罵了 說上經天良不後道 詛咒 然後認為說非核家園 跟得肺癌連結在一起 太誇張了 王美花就講了一些更奇怪 他說核電該停的時候 我們就是按照規定停 但是我們查了一個最新的新聞 4月16號的時候 空污狀況很多 所以導致我們肺癌比例 超越了英國跟韓國 而且我們因為空污 導致肺癌的機率 是國外的3到5倍 還不是兩倍 一倍多 是3到5倍 而且空污有七成 來自我們的本土 53%肺癌的患者 是從來沒有吸過煙的 而且高頻地區 因為他空污比較嚴重 所以他肺癌的年增率 是比北部的15倍以上 這都是最新的一個統計數字 當然還有包括過去三年的疫情 很多人沒有體檢 所以大腸癌發現了 這個延遲篩檢半年 所以死亡率也增加 還有他的風險也增加 而且明年後年 恐怕會更加的嚴重 我先請教偉翰有關 這個國民黨選情最新的狀況 我先講那個肺癌癌 因為其實我身邊 認識很多朋友是肺癌癌 有的人跟沒息炎 所以到底我們環境 我們大量使用火力發電 特別是燃煤 他對於我們肺腺癌的增加比例 有沒有科學數據 我覺得你可以拋開 我們台灣因為太常談政治 我就是個政治評論員 你就懷疑他 你每年講政治 對 但是我希望政治之外 大家可以有一個 不分藍綠白的一個數據 然後再來決定 我們的能源政策 今天郭台平營 他是很直接的 簡單粗暴的講說 你要是這樣的話 以後用肺發電 你要用肺癌怎麼樣 馬上被攻擊 我倒是注意到一點 我覺得我先講結論 郭台平最近的聲勢 我覺得很明顯在上場 他找了朱學恆直播 他找了什麼 他缺什麼補什麼 年輕的 網路的 跟國民黨連結 中華民國 這個對不對 然後跟蔣經國 怎麼樣 他聲勢什麼 我覺得他有在上升 支持侯友宜的人 可能也覺得有壓力 所以才要往前 總之群希望能夠早點定成一局 可是也因為他有上升 原本民進黨在過去的 一個多月以來的政策 很明確就是猛打侯友宜 然後同情郭台銘 因為他希望兩個人互爭 可是郭台銘這兩天的 談話非常重要 昨天他講說 就算我沒有被提名 我一定會全力支持侯友宜 這個話可能國民黨 志者聽了以後都感動得 吃了定心碗 太好了 不要再分道揚鑣了 聯合報這個民調 其實基本上解讀 我覺得是7-11的民調 什麼意思 就是侯友宜贏賴清德7 郭台銘贏賴清德11 對不對 所以郭台銘贏更多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下面這個 單比這個 對對邀洲這裡 有沒有看到 侯友宜4-2-3-5 那是不是7 那邊是4-4-3-3 那是11 好 可是我覺得 這沒有太大意義 因為你看柯文哲 撒卡都222-23 我都已經有242-23 你叫我不要出來選 我是撞到嗎 我都已經有222-23 即使我選不贏 他已經是一個非常 有存在感的第三黨了 所以就算柯文哲 最後選不贏總統 他的不分區 照這個比例來看的話 真的會有80以上 那他不能不選 不選就沒了 不選的話 那你就沒有不分區的票了 所以你一對一 我覺得基本上沒有太大意義 第二個 如果說你最不希望 哪一個候選人來 那個民進黨是34% 國民黨是43最低的話 那像朱立倫講說 那既然是這樣我也可以 因為我是國民黨 他沒有提示的狀況之下 國民黨的成分值最低 他意思是這樣 那第三個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我還在等TVBS的民調 因為先前美利島也好 我台灣民意集金會 以及今天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媒體 也講了說郭台銘他要想委託一個 賴清德都在撒喀多狀況 都在大概37到40%之間 只有聯合法這個是27不到30 那如果說真的是所謂的機構消音 把賴清德小看的話 那你看兩個都29 郭台銘跟那個 他是想要告訴大家 要是你看最下面這裡 投入都是32的情況之下 侯友宜拿到國民黨51 然後郭台銘就有33 這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表示說兩個人一樣強都是32 可是那個侯友宜 他大部分是來自於國民黨的 可是郭台銘可以拿到更多 他國民黨只拿33 代表什麼 他有更多拿到中間選票能力 中間甚至有淺綠的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這整份民調看起來是在暗示大家 這個郭台銘更強 那郭台銘如果能整合柯文哲 柯文哲不出來的話 他又更強贏11%就穩贏了 有一點希望藍白河 因為同一個民調 他還騰到藍白河的問題 對 他包括我們也看到有兩個案子 高宏安 高宏安現在因為他的案子 被加速偵辦了 所以高宏安是痛批 太誇張 內容很扯 而且瞠目結舌 吳子嘉有講一個重點 他說當初我就叫高宏安 一定要好好去辦林志堅 你就沒有去辦他的貪污案 另外一個是顏寬恆 看來就是莫名其妙了 顏寬恆大甲媽落盡 落到一半的時候 檢犯突然無預警的出手 你知道他怎麼回 他人就在南部 他又沒有辦法立刻跑回去 去找資料翻出來 去回籍檢方 立刻這個案子就起訴了 好 大甲媽落盡 在昨天終於畫上了據點 今年已經走完了 顏寬恆立刻今天一大早 都還沒睡飽 立刻開了記者會 一個一個釐清 當他釐清完之後 檢方一整天到現在 都還沒有針對他的痛批 他的質疑 提出最新的說法都沒有 然後連他的對手 林靜宜的態度 都變得比較軟化 這到底怎麼回事 顏寬恆他拿出了 他的助理他說他自己買車 因為檢方後來多辦了個案子 說他利用聘請他的助理 拿聘薪水拿去買名牌車 他說他買車是2017年的事情 所有購車的款項都在2017年 也就是民國106年的時候 就付清了 他的助理林靜福 是後來隔年2018年 1月才當助理 怎麼拿他的助理費 挪去買車的車尾款 他的證據都有購入時間 還有包括尾款繳款的時間 他都列得清清楚楚 之前為什麼沒有 上禮拜為什麼沒有列 他在遶境 他怎麼有時間去處理 好 那包括林靜福也公布了 他所有的帳戶的金額 這個沒有辦法作假 你沒有辦法在這幾天裡面說 我這五六天裡面 趕快去做一個假的帳簿 然後逐年逐月的 把這些薪水列進來 他沒有 人家就有證據了 然後還有包括他們家用地的問題 說那個用地住宅部分是私人 外面綠化的 其實是之前就已經 相關的廠商都已經綠化了 後來是因為國產署 他有招標 所以嚴寬說2014年到2016年 承包商申請做綠北化之後 他的太太是2021年 國產署公開標租之後 依法按照國產署公告的限制 合法得標的 如果有問題非法買賣的話 先告國產署吧 然後嚴寬今天講了一個重點 他說我不會再忍了 以前過去他很多事情 他第一時間都沒有出來講 也沒有大動作 有些連告他都想了很多 動作都弄小小的 他說不會 他說我從此以後不會再忍了 林靜穎今天倒是講得很妙 他說地方盛傳 這是嚴格的狀況 大家檢舉 如果查了沒有問題就還你清白 你有問題的話還地方一個公道 等於說林靜穎意思是說 我捅你一刀 你沒有事的話 就代表你很健康 有事順便把命繳出去 原資什麼看 我覺得林靜穎的態度是最有趣 為什麼 因為林靜穎以前講話 都是比較尖酸刻薄 講得很篤定 你的課程一定有 一直罵 但今天大家如果有去看 林靜穎她受訪的影片 大概一分多鐘 講話繞來繞去 差點沒有結巴 而且他還把羅之罪名 講成知羅罪名 反正講話感覺就是有點心不在焉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今天 嚴寬恆的反擊是還滿夠力的 特別是像林靜穎 他直接公開帳目 他說你說我是用 你說 因為他們指控林靜穎說是人頭 人頭的假帳戶 就是說用他的帳戶領到立法院前 然後再去付 嚴寬恆的相關的費用 林靜穎說沒有 第一個我這個帳戶是90年就有了 一直有在使用 第二個我這個帳戶 錢進來之後 我也沒有領出來給嚴寬恆 就付一些保險費 或者一些信用卡之類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帳戶 哪有所謂的就是 我提供帳戶給嚴寬恆 然後錢進來之後就領給他 沒有這回事 而且他們一開始指控的車款 那個要說你也講 那是在林靜穎當助理之前 就已經付清了 所以從後到尾在打這一點 都是很不能讓人家接受 但為什麼民進黨後來 就是為什麼後來又有助理費 大家比較關注 因為不管你是竊佔國土 或者是什麼假交易 這個罪都比較輕 但你如果是助理費 貪污就很嚴重 所以他們後來是直接打這個 所以我覺得林靜穎現在回應 是應該是要更快一點 知名的小籠包頂泰豐 他們現在傳出了 接班非常的困難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拜託 拜託